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来给我的女儿寻找她的血缘亲人的 她为何是帮自己的女儿寻找血缘亲人呢 这个坚强的母亲与这个可爱女儿之间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亲人之间的秘密又会是什么呢 给你的女儿找她的有血缘的亲人 我的女儿她是一名中症地中海贫血患者 收养的孩子吧 对 几岁啊 我是2009年的12月12日 清晨6点钟 在我们广西桂林市中心广场 一个工作旁边捡到她的 她被抛弃在那里了 捡到她的时候她多大 大概是9个月吧 那你带到她家里来 她有什么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吗 她的脸色是比较蜡黄吧 毫无血色 我那天是经过那里的时候 经过听到有婴儿的哭叫声 我听到围观的人在谈论 说孩子患的是地中海贫血疾病 她说这个地贫是治不了的 那你们当时看到地贫知道这是一种病吗 那时候 我觉得这个病完全是一无所知的 它是一种遗传性的基因病 它是由于基因突变 引起孩子不能够生长正常的血色素 所以地面孩子从一出生 就必须依靠输血来维持他的生命 那我们要依靠输血就是一个铁的问题吗 还是孩子很痛苦 因为长期输血就会造成铁成疾 如果不及时地去铁 就会导致孩子心意衰竭 感情维化 还有感染的病发症导致死亡 那个时候你们结婚几年了 十一年了 你们自己有孩子吗 我们家庭情况还不允许 刚刚落实房子 没敢要孩子 加上工作也忙碌 什么促使你把这个孩子抱回家 我当时只是觉得每个生命 它都应该被删得被敬重 每个生命都有生存的权利 有了这么个病孩子 特别是爱人把他领回来了 你们之间没有矛盾吗 当时我们想到这个病的严重性 那时候他也一直很支持我的决定 也非常和爱这个孩子 但是不到一个月时间 孩子又出现 持续把高烧 就是在那时治疗期间 我们才知道地平 也不是我们所认为的 是不能治疗的 而是可以通过输血 和每天的排铁可以治疗 当时医生告诉我们说 一个地平孩子 他每年的治疗费平均是十万 如果一个地平 成活到四十岁 他的治疗费用 大概需要四百万五百万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和他出现分歧了 第一次注业输血的时候 花了两千多 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医生那里了解到这个孩子 需要这个定期的输血和排铁 我就觉得自己呢 就是没有时间和这个精力 来带着他 还有这个孩子呢 他躺起来以后脑是冒 我就头不到休息 因为晚上两三点钟的时候 正是人最需要休息的时候 那么他一痛起来 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他就在那里 一直在挣扎 一直在挣扎 他全身都在冒虚汗 然后呢 我就没办法休息了 因为我第二天还要给孩子上课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自己的能力 确实没有办法带着这个孩子 然后我就提议 就说干脆把这个孩子 送到福利宴去 但是我跟他说的时候 他不同意 再问多了 他就是帮着这个孩子不作声 多少天输一次去 我的孩子是15天输一次 大约得花多少钱 孩子那时候 每个月吃排铁药 2100块钱一盒 一个月吃五盒 都是10500 再加上输血费 半个月是1000多 就是加钱就是1200 213左右 你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我带着孩子 因为孩子每天哭 不上班了 没上班了 那就等于是 你们工资都不够付医药费的 我当时很沉重 我知道我这个400万的 费用来说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无力成的 但是实际上 其实我有种惊喜的心情 因为这孩子从原来说 不能治疗到现在可以治愈 原来金钱 他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 能够去拯救一个孩子 所以我就觉得 金钱有那么大的价值 你怎么面对你老公 所以那时候我也沉默 因为我觉得我也爱我老公 你不愿意离开他 那为孩子他有可能要和你离婚 你打算怎么办 我老公没有跟我提离婚 没提离婚 对 你心里想过吗 只是当时我跟他说过这句话 但是我当时只是说 想把这个孩子送到服务院去 觉得自己带这个孩子 确实自己是无能为力 但是你能理解他吗 他的苦衷 我能理解 对 面对选择老公 选择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当时我也挣扎了很久 后来我自己都不是做出一个决定 把完我的积蓄 卖掉房子 辞掉工作 还有带孩子去治疗 这些都会影响我老公的正常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爱我老公的方式 就是放手 我叫我老公去离婚鞋子上签字 他始终不签 所以我心里很感动 为什么不签字 这不是你解脱的一种方式吗 第一个就是我爱着他 第二个还是这个孩子 我在上面签字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那个孩子 他哭的那种神态 想着他在那里抽搐的时候 想着他那个瘦肉的那个肩膀 我觉得这个孩子已经被亲人了 已经抛弃过一次了 他已经被伤害过一次了 我不想着就说再给他第二次伤害 然后我再想到 如果这时候我离开了他们 还有哪个男人能够像我一样支持他 能够像我一样爱着这个孩子 这辈子我觉得我最感激的 就是我老公没有选择跟我离婚 而是选择跟我一起面对 跟我一起去照顾这个 跟我们毫无血缘关系的小生命 真的让我非常的感激 我觉得这个老公值得我去爱 值得我去珍惜 所以作为对他爱的回馈 在三十两岁的时候 也就是我也将近四十一岁的时候 我又给我的老公 生育了一个 生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 第二个孩子 对 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 你那时候已经四十一岁了 对 但是我老公值得为我去付出 谢谢他带来这个小可爱 这小宝贝 谢谢大姐 大家看到了天下还有这么美的一对夫妻 你之所以能坚持这么多年支撑这苦难的生活 是女儿 珊珊给了你们很大的力量 是这样吗 这一路走来一直带给我的很多温暖和感动 所以我说我带着珊珊 每时每刻每分没了 我都没有后悔过 因为他让我看到了生命的顽强 他让我越来越懂得了什么是勇敢去面对 排铁十几二十个小时 一直都是 就是说高过气性地接受 有时候经常医生 因为反复打针嘛 血管很难找 到处挤疹人才找到血管 但是孩子 他不但没有叫痛 而且还会跟夫妻姐姐说 不好意思 你们辛苦了 或者说谢谢你们 很懂事 真懂事 很懂事 前天我们四人都在休息 我说过孩子从来到我家第一天 就一直每天晚上睡觉 就必须要找我的头发的 那天晚上 孩子同样的 孩子在找我的头发 就是他爸爸就走在早上 就是去把我叫醒 说要迟早点了 我就跟他爸爸说 我说四个钟才休息 然后孩子又一直抓着我的头 现在我的头还有一点点弹 再休息一下 我这句话是很无意的 只告诉他爸爸听 但是没想到 孩子站在门口 他把他叫他妹妹 就递了一封信给我 你的信带来了 亲爱的妈妈 我非常的感谢你把我带大 对不起我天天拽你的头 你能不能原谅我 我一定会改正的 你就相信我这一次吧 你的女儿大女儿 山 我听说你 你们俩这次来 上庄台 还很纠结 纠结什么呀 因为孩子 本身 他是患有这种重病 就是说孩子 每天这种 接受这种痛苦的治疗 这已经 比童年人 少了很多快乐 不能像正常的孩子 一样的去玩乐 现在还要让他知道 这个父母亲 这爸爸妈妈 不是他亲生的 我觉得 这么小 对亲生这两个字 还是养父养母 有概念吗 但是如果他认为自己是抛弃的话 对不对 我就 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 我觉得跟他 深刻地谈一次 能谈通 我们为了保护他 就是从来没有 跟他就是 谈过 说过 所以他现在就是 也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可能会有一点 就是听说 被一切啊 小孩害怕 这种 我觉得这个 对珊珊来说能够说过去 但是 想带着珊珊 就是想给他一个 美好的未来 所以 究竟了很久 我想 因为 造血钢细胞移植 可以彻底地 根治地平 免去这种输血 跟排铁 带来的痛苦 血型很困难 对 他这个造血钢细胞移植呢 他是 三到七岁 是最佳的年龄 哦 今年正好七岁吧 他现在是最佳治疗年纪 对 最好是 找到他亲生父母是吧 是的 因为找亲生父母的话 一个是成功率是四分之一 如果在骨髓庫里面找的话 就是十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 对 他知道病情的严重性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知道今天来干嘛 知道 他知道 我们过来是给他 很多人帮助他 找到配型 不用那么难受了 对 不用那么难受 像正常人一样 看见有这样的老乡 我也为你们感到 骄傲和自豪 那么在这里呢 我先代表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圆梦基金 杯水车薪吧 先赞助你们 五万块钱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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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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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呼吁大家 来救救这个孩子 好不好 好 我们大家每天都在关注 等着我这个栏目 我们为珊珊捐款两万元 我代表我们深圳市公安局行政局打拐办的兄弟姐妹 还有我的家人 还有我的家人 给圆梦基金再捐款两万元 尽一点心意 尽一点心意 好 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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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援助之手 那么我们一起来帮助他克服这个病魔战胜病魔 我们把一个欢乐的童年还给他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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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姜珊和琪琪 你叫琪琪啊 珊珊和琪琪 大家欢迎你们 刚才爸爸妈妈一直在表扬珊珊和琪琪 说你们俩关系特别好 是吧 而且说你们俩舞跳得也特别好 是吧 那给我们跳一个吧先 跳个什么呢 跳最好的未来 最好的未来 好 我们一起给你们鼓掌 预备 开始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抵达 爱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最好的未来 我们有爱 住早晚没现在 Does Allegro 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抵达 大海 每朵浪花一样红白 这是最好的未来 我愿意我彼此相亲相爱 千万水还出关怀 幸福永远与爱投膩 后一天后翼下家关怀 这就是最好的未来 回来 好啊 好啊 好好回来吧 来 让爸爸抱着 珊珊让妈妈抱着来 珊珊 你知道今天你来干嘛吗 我也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干嘛吧 你爸爸妈妈心疼你 老去医院打针 就不想让你再打针了 也不吃药了 然后就想给你把病治好了 然后找和你血腥 一样的 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 哥哥 姐姐 谁都行 只要跟你一样 然后就把你的病给治好了 你高不高兴 高兴 高兴啊 谢谢爷爷奶奶 哥哥 姐姐 叔叔阿姨 孙孙我是个街城的孩子 我一定会胜利的 一定会赢的 将来我会报答你们的 姐姐加油 姐姐妹妹给我加油 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上 他们怎么在帮我们寻找 我们珊珊需要的人 廖阿姨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 我们在节目的官方融媒体平台上 看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信息 我们也是帮您展开了寻找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咱们算一算 现在过去已经六年多 快七年的时间了 而且线索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说寻找起来 确实就跟大海捞针一般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放弃 我们也发动了多方力量 尤其是在这个贵民市 进行有针对性的寻找 而且呢我们还在融媒体平台上 对小藤山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 我们希望今天能给您带来您想要的结果 小藤山 在这个温馨的家里面 我们祝你早日康复 珊珊 您是我遇到最坚强的女孩 愿您能健康成长 珊珊 您是幸福 杨医生也衷心希望你一天一天更好 嗨 德山 你好 我是湘老师 你是我教过的最坚强 最懂事 最珍惜学习机会的孩子 湘老师能有你这样优秀的学生 感到特别的荣幸 可是女生这个病 把你折磨得很痛苦 老师看了也很心疼啊 湘老师会在这里一起推着加油 支持你 希望你拥有最好的未来 每个孩子都在被崇拜 否则是我们的未来 后啊 如果下生的未来 抱歉 我没有爱 述照完美现在 姐 ो 刚收找 käytt doro 小鲁鲁鲁鲁宇ız 我们一起给屯Sam姐加油 好不好 好 理件 factory 贵姐 加油 贵姐 加油 滕珊珊 大家都给你加油 告诉我为什么要哭 因为他们都很爱我很感动 很感动啊 就是说他们爱你 让你心里特别暖和温暖 是吗 心里特别高兴 是吧 爸爸妈妈也特别高兴 爸爸一直在哭 你问问爸爸为什么哭啊 爸爸哭 因为 上岸岸不幸 但是呢 是有很多这个 爱心的人来帮助他 他得到了社会的大爱 其实爸爸也是感动 杉杉知道吗 知道啊 好白字 以后每当你有困难 或者痛苦的时候 你就想到那么多人都爱你 加油给你啊 好我们希望 这扇大门 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我们下期再见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请 我的女儿 她是一名重症地中海平雪患者 找亲生父母的话 一个是成功率是四分之一 如果在苦水库里面找的话 就是十万分心 没好了哈 没好了哈 为远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谢谢 他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呢 他是三到七岁 是最佳的年龄 谢谢爷爷奶奶哥哥姐姐叔叔阿姨 孙孙我是个街场的孩子 我一定会胜利的 一定会赢的 各位好 珊珊你好 你好 我是书栋叔叔 今天有点遗憾的告诉你们 我们可能暂时还没有帮助你 找到合适的配型的五随 不过别失望好吗宝贝 你不要放弃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还会继续地帮你去寻找 另外呢 关于珊珊的这个病情呢 我们也去联系了权威的机构 我们联系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血液病研究所 所以今天呢也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请来的专家就是这一位 是我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的 张晓辉教授主任医师 张晓辉教授你好 张晓辉教授你好 杉晓好 张晓辉教授好 我们刚才听到你这个故事也特别的是一个爱的故事 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我们对这种疾病 目前我们是有治疗的方法 孩子不灰心 不害怕的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呢 这个技术已经突破了 就是我们在各种的层面上把这供物者 孩子不要担心啊 所以我们呢 寻找供者的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啊 从中华国水库到我们各个层面的这个供者 我们这个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呢 在世界上呢 我们做单背形的造型和移植呢 是属于世界领先的 所以我们觉得呢 孩子这个情况呢 我们会继续努力 这个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一起努力为孩子 最后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 而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谢谢 谢谢 好 带着他们全家走向我们的希望之路 好 咱们这边走 男女朋友用热烈的掌声 祝福我们的珊珊 有一个好的治疗结果 祝福孩子 感谢他的爸爸和妈妈 孩子与父母对爱的坚持 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也会为小腾山坚持寻找 努力给他一个最好的未来 祝这暖心的一家人永远幸福 祝小腾山早日康复 珊珊走了 我心里还是特别难过 因为他太小了 我再次说 父母啊父母 珊珊的父母 亲生父母 人不怕犯错误 你犯过错误 把孩子抛弃了 给你一个数回的机会 回来救救孩子 给一个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会跟你一样的坚强 我们不会放弃 我们一定会有最好的未来 我们这个栏目还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是一站式家庭的 O2O服务平台 金色家园网 对我们栏目的大力支持 再次表示重庆的感谢 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出场 有请 你好 你好老师 大家好 来请坐 我能问一下你多大了吗 我今年34岁 有会儿剪这么七 是我们化妆师给你剪的 这是自己 自己啊 还挺臭美的 干什么工作 我自己做了一个中农农产品公司 是这样的 经营各种蔬菜 经营的是有机食品的一块 哪人 我是黑龙江省奇奇哈尔市人 奇奇哈尔的 对 你来找什么人 他叫李雪峰 今天来寻找他的一位恩人哥哥 他说 这位恩人给予的帮助 让他惦念了15年 15年来 他无时无刻不再思念和寻找他 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在多大跟他认识的 我是16岁 为什么分手了 因为当时工作有更好的发展 我的大哥就处去发展了 把你就撇下了 是的 这种恩人有什么可找的 他对我付出很多 我家里生活得十分困难 他们用捡漏来形容家里 但是我感觉我家就没有捡 只有漏 因为在下大雨的时候 外面就下着大雨 我们家屋里下着小雨 是在农村吗 对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当时生活很苦 在我印象里 姐姐穿不了的衣服我才来穿 当时打扮了自己 感觉跟小女孩 小女孩一样 当时我就是这么想 我就想 我说如果我要有个哥哥该多好 我可以穿她的衣服 因为在上学的时候 接着笑话 对 有那个小学生守则 那里边有一条规定 就说男生不要留长头发 不要穿西装衣服 每当老师说这个的时候 我就低下头 我就感觉老师是在说我一样 所以就是特别的自卑 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有一次开运动会 老师要要求每个人 都要有一个白色的鞋子 所以家里人给我买了一个鞋子 他为了能多穿几年 他就可以多买大几号 当时这个鞋非常不跟脚 在跑赛当中 这个鞋跑着跑着 就丢出去很远 当同学都跑到终点的时候 只有我在潮场上捡我的鞋子 周围的学生都在哈哈大笑 我的童年 我感觉除了衣服五颜六色以外 没有一丝的色彩 特别灰暗 在上学的时候 我们离学校有三公里 之后我们要走着上学 中午的时候要带一餐饭 就大饼子呀 玉米茶子呀 还有那种咸菜嘎嘎 所以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就特意躲开 躲到草草上 或者是角落里 等他们吃完了 我再进到屋里 上学上到多大 我上学上到十六岁 所以当时我就 想特别逃离这种压抑的环境 我就选择了打工来改变我的命运 也是这时候我认识了周树军大哥 周树军 对 你跟他住一个窝 对 99年3月26日 我们一起去杭州培训 在火车上 我是见着周树军大哥的第一面 当时我对他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他穿了一身 鼻挺的那种灰色西装 当时我感觉 这才是男孩的打扮 特别帅 在工作一个月以后 我发工资了 发了734块钱 当时我特别急于表现 儿子长大了 能赚钱了 我就把700块钱给游到家里了 就剩了34块钱 当时日用品 必需品买完之后呢 没有钱了 结果看到宿舍里的同事 每个床上都有一个蚊帐 因为在东北 夏天是不需要蚊帐的 没有蚊子 所以就忽略了 可是一到晚上啊 就不得了了 那个蚊子啊 他就咬得这个浑身 特别痒 还没有声音 挠完之后 他就起那种水泡 我就接着挠 然后把他挠出血了 周书勤大哥 看着我这样 他就跟我说 他说 你上我这个床上住来吧 当时我这个 个人卫生啊 搞得不算太好 刚从农村出来 自己就感觉 自己的脚特别臭 我就不好意思去 到了第三天晚上啊 我这个浑身呢 没有一点的好地方 所以那个坐在床上 我现在还记得那种眼神 用特别拐的那种眼神 看着我 说 雪峰啊 你来吧 我当时 我这身是痒的 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去了 当时那个床啊 它特别窄 我们俩 见面结着 坐在一起 挤啊 大哥就说 你这么呢 家俩 互相抱着脚 我抱着他的脚 他抱着我的脚 当时啊 他还跟我开玩笑说 他说 你这脚啊 确实臭啊 连熏的都是 对对对 令我最难忘 最难忘的 就是他给我过了 我这一生当中 唯一的一次 到目前唯一的一次 也是我这一生当中 第一次的生日 小的时候啊 家里特别困难 别人同学 可能都会有生日蛋糕吃 但是一碗面条也没有 因为我家里 面条是营养品 只有生病的人 才可能吃一碗 小的时候 说来也奇怪 只要感冒发烧的时候 喝一碗面条 不用吃药 这病就好了 当时 我们在厨房里工作 因为我们同学都是 同事都是 大部分是从农村出来的嘛 就问说 今天是农历多少号啊 周初军大哥就说 是农历三月十七日 我当时想的没想 我说是我的生日 大哥呢 到下半的时候 我们路过一家 路边烧烤 他一把就把我拽在 那个烧烤桌上 到现在我还记得 它就是一个这么大的 一个小方桌 两个马闸 叫马闸那种凳子 坐着要了一些烤串 特意要了两瓶啤酒 他等他烤串也好了以后 他就给我倒满杯子 倒满酒 特别正式地跟我说了一句 说雪峰生日快乐 当时特别感动 因为我感觉 独自在外边 有这样的一个哥哥 去照顾我 比我的家人还要照顾 所以我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以后我就拿他 当我的亲哥哥了 后来我们在厨房里工作 他说什么我都听 因为我感觉他就是我哥 他说的就是没有错 我就是要这样听他的 他呢就是不断地畅想 以后特别好的生活 跟我也规划 我的一个特别好的人生 这样呢在不久呢 他就跟他姨父 去做工程机械生意去了 就把我自己留在厨房了 当时我也挺埋怨他 我自己在那里边 特别孤单 特别孤独 后来我就去深圳 做了手机声音 挺好的 事业小有成就嘛 之后我就想 我的大哥他在哪里 如果他在的话 他会看到我今天 他会特别高兴 每当我从老家坐车 坐火车 路过河北的时候 我就努力去寻找 走的时候没留地址吗 电话 当时由于都是呼籍 我们互相留的 全是呼籍号码 我寻找他过很多次 秦安一共是有12个镇 有7个厢 还有一个街道 我找啊找啊 还是找不到他 感觉特别愧疚 因为当年他对我那么好 没有回报他 没有回报他 任何什么都没回报他 感觉就是理所应当一样 后来我感觉 书军大哥呀 他叫我明白一个道理 通过跟大哥的相处吧 他跟我 他做的事情 比如他 每次赚的钱 他要送到家里 因为他的家里 条件也不是很好 要照顾有生病的父亲 还有一个年龄很小的弟弟 特别不容易 所以我通过他跟我说的 他做的那些 我就感觉 一个男人呢 要特别有担当 对妻子 对孩子要有担当 对我的父母 对家庭要有担当 这些年 你这个大哥 还惦记你吗 我感觉他不会忘记我 还会惦记我 我一次 到我生日的时候 我老婆 孩子就去给我过生日 我就不过了 因为我是在想 当年这么照顾我的大哥 在他过生日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人 像大哥对我这样 真的 我一提到这里 我就感觉特别 特别难受 对 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 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贵人 因为对于他而言 这个周大哥 就是他生命当中的贵人 第一呢 帮他跨越了羞怯 因为他从农村到城市 他可能就会觉得 就是跨越这样的一个 就是城乡之间的门槛 他需要有人搭把手 其实没有周大哥 过一段时间 他也能度过 但是正好那个节点 周大哥出现了 就帮助他跨越了 他的羞怯 不成熟 自信心的一个建立 但他能够理解你 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找周大哥 找的是自己的成长当中的 一个见证者 他会觉得 他后面所有的成功 和那一刻的艰难相比 这个贵人显得尤为重要 可能周大哥 未必觉得他帮了你那么多 但是在你的内心当中 你会觉得 那一刻他给你的帮助 一般人给不了 他首先他把自己的 很多缺失 集中在了周大哥的身上 因为他从小享有一个 哥哥 是吧 你把周大哥 作为了你的 未来人生的一个坐标 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因为你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真诚 这个坐标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 它多么高尚 多么伟大 但是它就是一个 普普通通 平平凡凡的 一个品德 告诉了我们 这个世界上 是有平凡 而非常高贵的东西的 向你学习 谢谢 今天大哥表扬了你 觉得你真图报 是个好孩子 其实在我看来 这种友情 真的是应该珍惜 今天找到他 见到他 你想跟他说什么 如果我见到我哥的话 首先我会给他 伸出一共 说一声谢谢 好 我们看看 你求助我们之后 我们怎么帮你 寻找周大哥 好的 请到这站着 好 下的信息 说这个周书军 他老家是河北 唐山千安的 那当初 你们俩 曾经一块 在秦皇岛的某饭店 一起打工 有过两年的打工经历 所以我们也是 立即赶往了千安 和秦皇岛 这两个地区 展开了实地搜寻 喂 您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 等着我巡人团的书东 是 向您打听一下 咱们 咱们秦皇岛的这个部门 有没有一个叫做周书军的人 大概三十多岁 是河北唐山人 好 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这封停 好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比我的家人还要照顾 所以以后我就拿他当我的亲哥哥 感觉特别愧疚 因为当年他对我那么好 没有回报他任何什么都没有回报 感觉就是 理所应当一样 这封停 飞好了吗 飞好了吗 飞好了 飞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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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金色家园王 对我们栏目的大力支持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比我的家人还要照顾 比我的家人还要照顾 所以以后我就拿他当我的亲哥哥 感觉特别愧疚 因为当年他对我那么好 没有回报他任何什么都没有回报 感觉就是理所应当一样 飞好了吗 飞好了 飞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书军大哥 我想了你十五年 找了你十五年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找了你十五年 你还记得我吗 好 你好 许峰 嗯 是这样 今天我想告诉你的 第一件事是 其实我们帮你找到了周淑军哥哥 找到了他的家 但是呢 我们跟他们取得联系之后 却听到的是一个 我们都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非常遗憾的是 在2004年 也就是你们分开之后 两年之后 因为一个意外 周淑军 离开了 我有一次这么梦的 我怎么喊他 他都不理我 妈妈还在家 弟弟还在家 但是这个事呢 确实对家人打击比较大 十多年来呢 可能家里人也一直没有太走出来 后来跟家人联系的时候 他们也说 周淑军在生前呀 也跟他们提到过你 提到过你这个弟弟 他们都知道 但是可能是家人也不太愿意面对这个悲痛的事实 所以今天就没有过来 这样 我们这儿征得了 我们这儿征得了他的同意之后呢 给你拿来了一张 哥哥的照片 下来 把地址给你 家人也说了 有机会的话 也欢迎你去家里坐一坐 看一看他们 节目录制后 雪峰立即赶往河北千安 见到了周淑军的弟弟和爸爸妈妈 雪峰说 从今以后 要担负起照顾这一家人的责任 他要替书军哥哥关心好弟弟 照顾好爸爸妈妈 要将这份没有血缘的兄弟情 将这份恩情和温暖 一直延续下去 这个栏目还要特别感谢 我们的合作伙伴 他们是一站式家庭 欧托服务平台金色家园网 对本节目公益基金的大力支持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 也可以登陆宝贝回家寻资网 或加入等着我官方QQ接待群 进行登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